中共开除了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党籍之后 中共军方四总部、七大军区和武警部队 只纷纷表态拥护中央的决策 原军中第二号人物落马 全军立刻表示支持这一戏剧化的表现 暴露了军方和政局的微妙关系 下面一起来听听专家们的解读 大陆官方媒体2号报道 中共军方的四总部、七大军区和武警部队等 都表态拥护中共中央对徐才厚的处理决定 官媒还发表文章说 解放军出了徐才厚是对军队形象玷污 党媒《环球时报》也承认 军队中的买官卖官是直接的政治权利买卖 属于顶级腐败的形式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暗示徐才厚有卖官欲绝收受贿赂 因为军队从江泽民以来到现在20多年来 是中国贪污最严重的一个群体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 法院检察院根本就碰不到他们 今年71岁的徐才厚有上将军衔 1999年江泽民任中共党魁时 他进入中共军委 2007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直到2012年11月他才退下 因此这次他被开除党籍 使他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军官 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发文分析说 徐才厚曾为解放军的二把手 从总政治部主任到军委副主席 长期主管军队人事任免 也就是说在过去或现有军队将官中 很多人都出自徐才厚的提拔 或出于徐的有意笼络 或出于徐的卖官买官 他维护的政权的手段就是要 手上要有军权 现在对军队有两手嘛 一手拉拢两批将军登报 拥护习近平嘛 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嘛 现在要来硬的 软硬兼施 要把军队要收拾起来 徐才厚被开除党籍 除了在军队高层大地震之外 舆论认为对中共政局也有强烈震撼 过去几个月来 传徐才厚罹患癌症末期 中共可能将他放过 现在徐才厚被党内 以最严厉方式处罚 击碎了这一传言 陈破空认为 徐才厚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 他的地位高于已经落马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 陈良宇和薄熙来 拿下徐才厚是震撼性的大动作 表明连徐才厚都能拿下 还有谁拿不下 另据海外媒体报道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古君山 已交代贿赂徐才厚四套上海房产 和人民币3600万元 香港媒体注意到 军队14大单位称查徐才后 半数不提习近平 对此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认为 当前军方没人敢公开反对习近平 因为那明摆着就是自寻死路 武凡则认为 军中肯定有人反对查徐才厚 所以中共还会继续整肃军头 但不会再高调公开了 因为事关军队的颜面 和中共政权的稳固